我味道很簡單很簡單 但可以吃到那個甜味 鮮甜的那個味道 然後就是酒生打的真的是 那個畫龍點睛 哇 你這樣成語耶 不是 這個魚湯很荒謬 整隻魚在裡面啊 整條耶 你看它燉到很軟 很軟喔 整條有... 好 讓它回去... 而且你看它魚湯也不貴 才100塊 100塊整隻魚耶 其實蠻划算的 蠻划算的 這個魚是胡鍋魚 對 胡鍋魚 但是是當天的 對 他說它的那個這個是十幾塊 對 豬肝啊 有下水啊 還有花枝 蛾啊 花枝 蛾啊 而且它有放青菜其實 對 他說這個老闆娘也說 是當天的 就是當天西藏過來 質材的就是新鮮的 料好多喔 來 紅麵看什麼 它的顏色也好漂亮 萬元哥 你要分離 你要稍微控制一下量 好香 好好吃喔 開始就是它的那個肉燒的油脂 進去給你的感覺非常的舒服 它不是是做起來很會做的 它就是有一種北部有口口味的 但是吃到中間的時候 因為它用那種蒸的那個麵 所以它的麵的本身的口感 稍微硬一點點 它比較像接近那種正面 但沒有到那麼大 中間那我覺得剛剛好 它後面的時候它反而是有那個 麵本的那種麥香味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調味其實怎麼重 喔 簡單的那一種 這麵很讚喔 這個麵的印度是我喜歡的 喜歡的對不對 這樣子調味 這樣吃得到就麵本人 對 本人的那個味道 本人 它的醬汁不是給滷汁那種帶鹽 它是油味特別明顯 有點像醬油的豆漿 它用白麵跟它做出的那種 油麵的口感 帶有彈性的那種感覺 你吃起來沒有負擔對不對 這感覺是你早上回頭快 是 米粉 這麵很強耶 很明顯 你比較喜歡 更喜歡 對…超明顯 真的 放另外用蒸的關係之後 你看彈性 所以說條條分明 但是又非常有口感 它那個彈性 然後再加上它的那個肉汁 它肉汁在裡面的時候 它感覺是跟這個米粉 好像是雙胞胎 雙胞胎 它們跟人工 兩個人結合在一起 是完美的配搭 而且我把米粉的天氣 整個問題 對 米粉 外套鍋法 玉米去玉米 真的 拿回去了 米粉更細 所以更細 可以吸附那個 它的那個醬汁 所以它吃進去的口感 是濕口的 可是你又會覺得 每一條的口感都吃得到 但我很想要弄得一起吃 就是弄得一起吃 都很好 魚湯了 來喔 起家的喔 魚湯 直接非常的輕易 等於它是不是 煮魚它沒有再多加其他的 然後它放了那個 九層塔的香味 味道會非常的明顯 很直接 是你魚肉咬下去之後 它那個鮮味跟甜 會直接爆出來 很舒服 你喝了這個魚湯 你是會有那個精神 你會覺得幸福 你會覺得舒服 你會覺得自己今天 是有體力的 好適合當第一攤的感覺喔 這個湯好好喝喔 調味道很簡單很簡單 那可以吃到那個甜味 鮮甜的那個味道 然後就是九層塔真的是 對 那個畫龍點睛 你這樣成語耶 我最近節目上館獎 真的是用舒服來形容 最最順的味道 你會覺得那個腿這麼軟嗎 超軟的 你前面一開始吃它的口感 會覺得比一般吃到的烏果更軟 然後後面它魚油的香味 居然是明顯 但是完全沒有土味 很少用鮮甜來形容無果魚 常常都吃它的口感 吃它的那個醬料 但我覺得可以用鮮甜形容它耶 對 就是魚肉本身滿迷人的 它反而我覺得湯量剛剛好